欢迎来到我们天下文章节目 今天我们有几个重要的新闻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台湾国安局长蔡明燕表示 中国上周的军事演习主要是为了对台湾进行宣传和恫吓 而非启动战争 这次演习展示了中国军队的快速动员能力 虽然演习时间短暂 但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类似的行动 目的是逐步改变台海现状 接着,香港警方首次依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拘捕了六人 其中包括前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 原因是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三栋性帖文 这些帖文主要纪念六四事件 警方认为这是在三栋市民对政府的憎恨 并意图组织非法活动 最后,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封口废案 进入了戏剧性的最后阶段 陪审团将开始审议是否判定他有罪 检察官和特朗普的律师在结案陈述中各执一词 这起案件的判决结果将对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产生重大影响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台湾称中共军演主要目的是宣传动和 不是要起战 美国之音中文网 台湾最高安全官员周三九表示 中国上周军事演习 主要目的是在对内对外宣传和动和台湾 而不是要启动战争 但中国军队确实展示了他们如何可以迅速做出反应 展现其非常快速的动员能力 中国人民解放军从5月23日开始进行为期两天 所谓的惩罚性军事演习 称是对台湾新总统赖清德 于5月20日就职演说谋独挑衅的惩戒 对外部势力干涉挑衅的严重警告 赖清德就职演说呼吁 中国停止对台湾文攻武萨 并强调中华民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北京则谴责赖赖清德承认台独 台湾国安局长蔡明燕 周三副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报告及备询 她回前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 这次中共军演的主要目的还是动含台湾 并不是要起战 她说中共演习目的仍在对内宣传对外宣示 北京对于台海情势有绝对主控权 蔡明燕并提到上周中国军演过程 于5月23日早7045分宣布军事演习 随机动员相关基建展开演训 速度非常快 展现其非常快速的动员能力 她补充说 在这次演习过程当中 中共第一次动员海警编队在台海周边及外岛离岛水域执法巡查 意图展现在台海地区的执法权管辖权 想要把台海内海化 台湾国安局递交立法院的书面报告中表示 中国似乎也在试图控制这些演习的范围 并指出 没有宣布空海域的禁飞区或禁航区 该演习只持续了两天 其意图是避免事态升级与国际干预 但未来恐怕继续对我们采取复合胁迫 逐步改变台海现状 蔡明燕还表明 台湾国安局未来将密切关注的重点 包括海上灰色地带 以及中共在军事演习过程中的三项认知作战 一是操作疑美论 即怀疑美国协防台湾的能力 其次是操作疑军论 质疑台湾国军自我防卫能力 第三是操作疑赖论 质疑新总统赖清德管理两岸关系的能力 过去四年来 中国几乎每天都派军机舰到台湾周边地区侵扰 试图对台湾施加压力 中国是民主自治的台湾为其领土 从未放弃使用武力夺取台湾 赖清德拒绝中国对台所声称的主权主张 称只有台湾人民才能决定自己的未来 并多次提出与中国进行会谈 但遭到拒绝 赖清德周二前往台湾东部花莲地区的第二作战区军事基地 分别视察驻守当地的陆海空部队 并便感谢部队辛苦因应中国军方 最近在台湾周边海空运行前的大规模军事演习 这是中国军演收场后 赖清德首次视察台湾国军部队 美国国务院于美东时间周一 5月27日 在就和中国举行第二轮海洋事务磋商的视频会议 发布的新闻稿中指出 美国重申维护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并对中国解放军在台海及台湾周边进行联合军事演习表示高度关切 对中国近日实施的联合力舰2024A军演 正在台湾访问的美国国会众议员代表人团长 共和党籍众议员迈克·麦卡尔本周一表示 解放军的环台军演展示了其封锁台湾的战略假定 因此台湾要强化海上和反登陆的关键战力 麦卡尔重申 美国的台湾关系法有三大对台保证 包括提供台湾防卫性武器 台湾的未来以和平方式决定 即美国必须协助台湾打造煞阻力 以抵御外来的武力胁迫 并确保台湾人民安全 这是美国会持续坚守的主张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 于本周二新闻简报会上告诉美国之EVA 1971年通过的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 不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主权主张 中国官员经常引用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 来维护北京的一个中国原则 由于中国的反对 台湾被排除在大多数国际组织之外 包括被排除在本周开始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会议之外 本文参考了路透社的报道 23条后首案 周信通等6人已因六四获罪 德国之声 德国六四三十五周年前夕 港警周二5月28日 首度一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及香港基本法23条立法拘捕了6人 年龄介于37岁至65岁 其中一人是自2021年便已被收押在成交所的香港曾签制联会副主席周信通 警方指控 周信通自今年4月起 透过另外5人利用某个将至的敏感日子 在匿名的社媒平台发布 据煽动意图的帖文 挑起市民对中央政府、特区政府及司法机构的憎恨 及意图煽动网民在较后期间组织或参与非法活动 警方还表示 在搜索了其中5人的住所后 发现可能曾被用来发布 据煽动意图讯息的电子通讯设备 明报、香港01等港媒消息指出 这5人是周恒彤的母亲周刘华真 以前之联会赏委刘嘎仪、关正邦、色明年义工李盈兹 民主派前群湾区议员陈建勤 这6人此次被控犯下煽动意图的相关罪行 依照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规定 此罪最高可判处7年监禁 若涉及欧结外国势力 刑期可增至10年 该法于今年3月高效通过 加重了煽动叛乱等罪行的量刑 且只要跟外国势力有关还会最佳一等 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被认为会对公众造成下阻效果 香港警务处28日的新闻稿内 还对意图危害国家安全的分子喊话道 不要妄想能在网上以匿名方式逃避警方的追查 对社会大众 港警也呼吁应认清事实 无被煽动参与非法集会 一因6C贴文获罪 据香港电台等港媒报道 香港保安局长邓炳强在记者会上被问到 警方所谓敏感日子指的是不是6C 是否只要提及6C就犯法 他回应日子本身并不重要 最重要是这些想危害国家安全的人 利用这些课题煽动市民憎恨中央政府 憎恨香港政府及憎恨司法机构的行为 这正正是犯罪所在的地方 此次涉案的脸书粉丝专页名为小童群抽会 根据专页上的公开资讯 其建立日期为2023年5月 管理员所在的主要国家包含英国 截至周三29号中午 专页按赞数约有4500多个 并且有7200多个追踪者 在今年4月之前 该专业大多发表跟周信同有关的案件进展 自4月30日开始 则每日发布倒数贴文 预计连续35天 纪念六四天安门事件满35周年 这一系列倒数贴文加上了记忆与改写记忆的抗争的标签 内容主要以第一人技术 周信同个人参与往年六四纪念活动的经验 该专业的贴文写到 5月35日35周年纪念的35个片段 既是个人经历的分享 也是一份证词 请大家一起书写历史 把公共记录呈现在阳光之下 不过 这些贴文并没有直接呼吁民众组织 或参与纪念任何纪念六四的集会 周信同是一名大律师 曾担任反民主派团体香港支联会的副主席 支联会曾长达30年 举办纪念六四的维员烛光晚会 直到2021年在香港国安法压力之下宣布解散 2021年六四前夕 周信同曾在社媒平台号召民众参加维员纪念晚会 后来遭以删获集结等罪名起诉并裁定有罪 他上诉之后一度获判无罪 但今年1月又被恢复原审定罪 其他据悉 涉案者刘家怡、关正邦等人 则曾于去年六四当天到维员进行个人悼念 被拘捕之后获保释 李盈兹已曾被控持标语纪念六四而被捕 香港网络言论自由再遭献缩 周信同等人被捕之后 人权团体香港监察 在社媒平台X上呼吁港府立即释放周信同等政治犯 国际特赦组织中国部主任布鲁克斯则表示 港府此举是再度打压言论自由 他说政府可耻地企图禁止人民纪念即将来临的纪念日 这对于那些被在天安门镇压时遇害的人及其家属来说 是一种侮辱 法新社引述美国乔治城大学法学院学者李恩后观点 认为港府此举似乎显示 以后民众在公开在网络上讨论或发表意见 也都可能被视为煽动或危害国家安全 李恩头也提到近期愿荣光归香港 一起遭港府全面禁止一事 他说在香港 数位空间的言论与表达自由范围显然缩小了 特朗普封口废案进入戏剧性最后阶段 陪审团将开始审议 美国之音中文网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布尔拉 纽约封口废案的刑事审判完成了结案陈述 进入戏剧性的最后阶段 陪审团将于星期三上午开始进行审议 检察官星期二 5月28日恳请陪审团用常识判定特朗普有罪 特朗普律师则强调 特朗普是无辜的 这是有史以来收起针对美国总统的刑事审判 根据美国法律体系 这个由12名陪审员组成的陪审团 必须一致决定是否认定特朗普无罪或有罪 如果陪审团不能达成一致 检察官将决定是否要求重审 在这起案件中 特朗普被指控涉嫌伪造业务记录 以支付律师费的名义 掩盖其在2016年大选前夕 委托前律师迈克尔·科恩 向色情电影《明星风暴女丹尼尔斯》 支付13万美元的封口费 特朗普律师托德·布兰奇 在结案陈词时试图推翻丹尼尔斯和科恩的证词 他们作证说 科恩垫覆了给丹尼尔斯的款项 特朗普批准了掩盖真相的做法 布兰奇告诉陪审团 丹尼尔斯一直试图勒索特朗普 威胁要在2016年大选的最后几周 公开他与特朗普2006年有过性关系的故事 特朗普否认与丹尼尔斯有过婚外情 并否认伪造业务记录的指控 布兰奇表示 唯一的审判结果应是 非常迅速和容易的无罪判决 检察官约书亚·斯坦格拉斯 为有罪判决做出最后一次陈词 斯坦格拉斯表示 丹尼尔斯2006年 与已婚特朗普优惠的故事 是涉嫌犯罪的动机 但案件的核心是关于阴谋和掩盖 并强调证人证词与短讯 电邮等记录相符 他们想把这个案子变成科恩的 斯坦格拉斯说 但这是关于特朗普是否应对商业记录中的 虚假条目负责 以及他这样做 是否是为了掩盖选举违规行为 斯坦格拉斯表示 被告的欺诈意图再明显不过 斯坦格拉斯敦促陪审团 搁置对特朗普的个人观点 着重确定检察官是否充分佐证了案件指控 他告诉陪审员 这些人在当时炮制的计划 很可能就是让特朗普当选总统的关键 大选破镜 民意调查显示 特朗普与总统乔·拜登支持度部分宣摘 这一判决将为总统选举注入新的紧张气氛 传奇演员罗伯特·德尼罗星期二出乎意料现身在法庭外 代表拜登竞选团队发言 他斥责特朗普是一个意图摧毁国家的小丑 拜登团队的策略似乎是为了反击特朗普在电视新闻上主导地位 如果特朗普被判有罪 法庭可能需要几周或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宣判 定罪不会阻止特朗普重返白宫的计划 也不会阻止他在胜选后就职 如果罪名成立 他将面临最高四年的监禁 尽管入狱的可能性不大 特朗普还面临其他三起刑事诉讼 但选举前这些案件不太可能进入审判 此文依据了法新社和路透社的报道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